问一下这个一辉老师吧 大家还是很关心这个缺口的问题啊 是不是3080点这个有可能去找 在前面的那个缺口啊 补上了之后会更踏实一点 还是说补缺之后啊 依然会有一个下行的一个动能 我认为从几个点来看啊 首先我们要确定 比如说啊 从这个326点整个回撤 它这个回撤的方向 是什么样的一个方向 方向完之后 它会不会继续的一个 再次的反弹 对吧 你比如说我们从2885点反弹以来 它这个这轮行情结束 我不认为结束 我认为这一轮行情 如果说这是一个小的结构的 一浪的上行的话 那无非现在是一个二浪的回撤 只是回撤的点是在什么时间结束 就像我们投资者比较担忧的说 回补回补缺口 我个人认为可能比较难 为什么这么讲 你如果说从结构上的话 这是一个趋势线嘛 你现在来讲 无非就是把这个趋势线稍微破了一下 刚才马老师也讲到了三式均线 这是起 前二来讲的话 目前是一个缩量的下跌 那这个位置是顶吗 同样刚才我们强调过2885点 如果说我们往这块来看的话 这个2863点 对吧 整体来讲的话 这个是两个双底 它这个位置都没有破 那目前讲的话 从经济环境也好 从政策面也好 趋势就是向上的 而从这一轮的反弹的压力位 其实也就正好是一个0.618 一个正仓的回落 就有点类似于什么呢 就是从技术上类似于这个位置 也就是这个2646点 我们可以看一下 高点下来之后 再次反弹 你看这个位置回撤 回撤的幅度也稍微大一些 你看正好是一个趋势线的位置 之后是一个震荡反弹 所以说来讲 我认为 其实不是在于这个跳空缺口 而是在于什么 就是在这个位置 你守不守 如果说你守 说我现在目前持有的一些 好的板块 好的个股 那好 我们就是以守为主 这是其他来讲的话 它回调之后 能不能继续的上行 我刚才听时 听马老师讲的 我特别开心 我特别爱听 因为马老师合作好多年了 是吧 爱听的点是什么 跟我说的一样 想法 就是正当反弹 有什么可担心的 对吧 3000点之下 我们都经历过 2900以下都经历过 这一稍微调整一下 就有点晕了 好像没做过股民一样 这有什么的呀 对不对 我觉得不需要担忧 调整下来 反而是机会 是不是 我觉得是什么 最困难的时间 我们都过去了 对吧 加息 对吧 人民币贬值 现在人民币升值 随便一看 现在7以下 对吧 每一轮行情 人民币升值的时候 都是有一轮 比较明显的一个 上行的一个空间 对吧 你看这一轮的峰值 就是在10月底的时候 在11月份的时候 形成了一个峰值 7块3毛多钱 那么现在讲话 到了7块钱以下 那整个我们看一下 北向资金 近期持续进流入 今天虽然说 从流入到流出 只是流出 10倍 10亿以下 现在是 那说明什么 整个外资 在持续的看好我们 从整体的经济的 复苏的阶段上 我们可预期的一个复苏 所以说我是积极看多 其实最近我们在对 未来热点方向的把握上面 其实我们更多的 还是应该从周末的 经济工作会议当中 去挖掘这些热点 是这意思吧 对 这个其实来讲的话 就是我们市场里面 就在等待会议的定调 会议定调之后 整个一些地方的 一些细问的文 也会很明确的 一个指向性 当然其实这个定调 有几大块 首先就是稳增长 稳增长依然是 2023年的一个 政策的一个重心 这是其二 对于房地产 很明确 也是定调了房住不炒 这是一个大的方向 保项目 同时来讲的话 也是对于企业 包括还有一些其他的 我们看到的一些政策吧 房地产相关的政策 所以说明年2023年 还有没有房地产相关的 政策落地 这是值得期待的 这是第二块 第三块来讲的话 我们看到相对于 平台经济 以及像一些产业政策 等等的 包括尤其是一个消费 在这个会议之前 我们也都知道 刚才马亚老师也讲到了 扩大内需的政策 2022年到2035年 这样的一个 横跨时间非常长的 这么一个扩大内需 这里面也讲到 扩大内需三大块 首先房地产 其次 汽车 再次就是养老 等等的这相关的 所以是对我们来讲 就是第一阶段 我认为炒作的炒作的是什么逻辑呢 就是政策逻辑 政策导向逻辑 这一点我们要知道 那紧急的进入到1月份 我们要炒作的是什么 我认为可能就是业绩推动性 因为目前讲话 其实市场在等待的 这个会议落地之后 比如说对于2023年的货币政策 包括像财政政策的 这种流动性 这也是相对而言 也是有期许的 那这种期许相对而言 我们也都知道 明年还是一个宽松的 或者说是一个比较明显的财政政策 而且是这个叫提力增效 当时是这么讲的 所以说我认为市场在这个阶段 2023年是更值得期待的 以及对于我们来讲 要抓什么板块 我认为 刚才我们其实也讲到了 以业绩导向为主 以消费导向为主的 这些板块上 可能在明年是一个主流的 主要的 那现在今天从指数表现情况上 其实并不好 但是我其实为什么没有什么感觉呢 因为我关注的板块都是涨的 你像汽车 我一直是很关注 包括像其他的 我一直在强调的是什么呢 就是你在这个位置 我们成本趋势在3100点的下方啊 对吧 我其实之前我一直在强调的是 我们如何来看趋势的一个向上 主要是看三个方向 第一个 有没有连续三天 站到3100点之上 这是其 其二讲话 政策面有没有持续的发力 你包括这一轮行情 我们看一下 它这个调整就是9天的时间吗 今天从高到低 也就9天的时间 而在这个28号 我们之前也正好是 进行这个直播的时候 我们看到的是 大盘调整了60几个点 2%的下跌啊 今天其实下跌到第9天 我们看到下跌了1.42% 我觉得很正常啊 这个这个位置下跌60多点 是一个探地反弹 你看今天也是一样第9天 所以说我认为没有什么特别可恐慌的 而且今天调整的比较多 比如说像中字头 我们可以看一下 今天是跌幅剧前的 对吧 包括我们看到今天的医药板块 今天是相对而言是跌幅剧前的 跌的都是之前涨的 对不对啊 我们可以看一下 医药跌的 跌的比较多的 那好了真正我们所说的涨幅剧前的是什么 汽车没怎么跌啊 我所以我为什么没有什么特别强的感觉 对吧 酿酒其实我们之前也讲到了 这个位置当然应该是高抛了 这个目前我并不是特别的关注 你像我们看一下这个上证50 你从这个指数上上证50 今天其实没怎么跌 你从整体低到高 我们可以看到 还很平稳 这个上证50 今天下跌1.2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还是可以的 你像那个护身300 我们可以看一下 今天从这个 今天是下跌1.2% 但是整体来讲话 目前如果说单纯看 指数型的这种基金也好 或者说上证50和护身300 还是不错的 没有形成一个比较大的这种亏损 或者说整个市场已经不行了 没有我认为今天这个调整 你看到底是机会还是风险 我认为机会的概率比较大 这个来讲的话 主要是看怎么来看 因为我认为市场的一些 咱们所说的之前的风险没有了 现在有什么风险 我认为没有什么风险 现在唯一比较大的风险是在于什么 咱们自己下的不行了 然后这些机构在目前持续的进场 我觉得这是风险 你要么就是前期买的是一些高标股票 追的一些高位的 可能目前调整的回撤的比较大 觉得哎呀 市场是又进行一个回撤 如果按照我们之前讲到3000点之下 黄金坑 你3000点之下进场的话 现在也没有亏损 还是盈利的 所以说我觉得是一个正常回撤 今天是这样的 我应该说来说 就要准备了 回来